我身上現在外面這件是燈芯龍吊帶区 然後呢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它後面有一個小開叉 然後它的我身上穿的是米白 然後還有兩個顏色 然後另外一個顏色是這裡 卡其色 這邊卡其色 兩個顏色 因為像Tina的身形啊 它是屬於非常瘦的身形 所以它如果是太過貼身的衣服也比較不適合它 然後太過寬鬆的也比較適合它 所以它的身形的話 如果說你是很瘦高 或是身形就像Tina這樣比較骨感的女生的話 就可以挑這種比較直痛 但不要太寬鬆的洋裝 就是穿起來會讓你身形比較有分量一點啊 視覺上 然後當然啊 如果你會擔心說 那如果我比較有肉穿這個會不會很顯胖 也不會 因為它其實本型是直筒的關係 所以你只要是在這個直筒的範圍內的身形 其實大家看起來都是一樣直筒 對對對 因為它就會順這樣子下來 對對對 它就是順順的 然後它這邊是可以 它可以調扣子 對它這邊是可以調扣子的 然後旁邊這邊是兩個扣子 穿脫的話 你可以選擇把這邊打開 或是直接套進去都OK 就是看你的身形做穿很大 然後這邊有兩個大口袋 然後後面也有 然後這個的話 如果你裡面衣服是搭比較短板的話 還是建議就是內着的話 也是要搭淺色的 因為它是沒有內裡 雖然它是有點厚度 可是因為它沒有內裡 多少都還是會有點透 所以如果你裡面上衣比較短的話 還是建議穿淺色的 然後呢 我身上裡面這件是 格子 小伴領 曾知山 對 然後它 我身上是綠色 然後它還有白跟灰 它其實還有黑色啊 就是選單上面有黑色 但因為現在沒有黑色 黑色就是純黑色 所以它這件看起來就是有小格子的感覺 然後它彈性非常好 然後而且很輕膚 而且我覺得很重點是 這邊不會熱脖子 我超怕這個 很可怕 這超舒服的 因為它彈性夠 然後有人 之前有客人問說會不會太貼 我覺得它是貼身 可是因為它彈性好的關係 它不會讓你覺得很綁身 就是有一些會讓你綁到覺得這邊 這邊很不舒服 但是因為這件彈性很好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上身有些有點肉的女生 我覺得你也不用擔心 就是它是真的蠻舒服的 然後吃鳥或單穿或是搭內搭 或是直接搭外套 我覺得都蠻OK的 外套嗎 對 我覺得這件外套超可愛 不要在那邊自己個人購物 很可愛耶 然後這次外套有兩個 一個是無領的 然後我穿的這件是有領的 大家看一下 然後它的外套的長度就是剛好在 168的話 對168的話 我穿起來是在骨頭 胯骨的這邊 就是稍微會蓋住 就是可以折掉女生比較care的 比較寬的地方這邊 然後我自己的話 其實看你平常的穿搭 如果平常你有穿有領子的話 領子的襯衫比較多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戴無領的那一款 然後如果你平常是T恤類的話 我覺得有領的這一款就還蠻適合的 然後它是90%羊毛 對90%羊毛 對然後它是90%羊毛 然後帶一點點的一點點的藍 反正就是 我覺得跟現在這個鏡頭上的顏色是一樣的 就是實體的話 它就是我現在身上穿的這個顏色 我覺得 我是覺得沒有色差 我們這邊這樣看起來的話 嗯 然後這天氣我覺得 台灣就夠穿了 如果台灣沒有到寒流的話 寒流的話 就在裡面再加一個 UNICULO的那個 發熱衣嗎 那個叫什麼 撲棉背型 但其實你穿厚一點的毛衣 我覺得就夠了 沒有啊 每個人感覺不同啊 所以 所以 反正它就是90%羊毛 好 換成